她被称为 见20年最佳华语恐怖片 没有之一 某半评分高达7.7 有人说她是华语最邪 最恐怖的电影 她就是由梁家辉 刘若英主演的双童 电影全程高能 胆小的朋友们 素素裹好被子 艾特你们的冤种兄弟姐妹来看 故事开始 一间昏暗的手术室内 女人但下一对男生姐妹 姐姐一出生变夭折 母亲也因难产而死 谁也没有注意到 刚刚夭折的姐姐 突然睁开了双眼 眼镜里竟然有两个瞳孔 十几年后 台北正值三福天 酷暑难耐 公司里的职员 各个汗流加倍 可公司老总却离奇 冻死在办公室 全身裹着毛毯 在鼻腔内 发现一颗尚未融化的冰晶 经过法医初步鉴定 他是在冰水中淹死的 可这是在公司大厦17楼 警察判断 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但女秘书表示 老总今天根本 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经过进一步解剖 发现他的中枢神经内 有一种神秘霉菌 以当时的技术根本验不出来 只能送往美国科研机构 进行检验 还没等到结果出来 第二起命案发生 一名妙龄少夫正在洗澡 当他打开浴室门 发现客厅里燃起熊熊大火 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火势已越来越大 完全控制不住 瞬间将他吞噬 等警察赶到现场 发现少夫整个身子全曲 肌肉严重脱水 这就是被高温大火烧死的特征 然而尸体的头发却完好无损 房间内也根本没有任何灼烧的痕迹 这让现场的法医也感到难以置信 最后的尸检报告只能写上 以为他杀 死因不明 上级对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满意 要求他们修改报告 企图将事情压下去 然而第三起命案接踵而至 死者为一名美国的神父 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残忍的开膛破肚 肠子被掏出来清洗后 又重新塞回肚中缝合 但是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 肚子上有一个诡异的道家俘露 在他的鼻腔内 也发现了和前两起案件中一样的神秘霉军 接二连三的命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警方也开始高度重视 召开记者发布会 推测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 警方特意聘请了国际著名行政专家凯文 来协助调查 他的搭档就是本片的关键人物黄火土 黄火土为人刚正 他原本在刑事组工作 前些年因为举报贪腐 得罪了不少人 被调到清闲的外事组 因为这件事 他被警队其他同事孤立 整日一个人呆在自己的破旧办公室内 沦为警队的怪胎 工作上不如意 生活上亦是如此 因为长期不回家 妻子也闹着和他离婚 而这个案子十分诡异 异常棘手 这可能根本不是一个 人做的案子 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 黄火土便因此成为了不二的背锅人选 今天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死骑 面对死骑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输 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台北市发生一起离奇的连环杀人案 美国神父被开膛破肚 肠子被逃出洗净后又塞回肚内 妙龄少妇被平白无故烧死 但家中没有任何灼烧痕迹 公司老总在三福天被冰水活活淹死 可他身处大厦十七楼 三名受害者没有任何关系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他们体内都发现了一种霉菌 还有一个关键线索 神父肚子上被刻了一道神秘的道家福禄 这个案子太过诡异离奇 像是有某种神秘力量在驱使 可凯文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他始终相信这一定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黄火土便向他提起往事 多年前黄火土举报了警队贪腐问题 其中就有他的小舅子 小舅子气急败坏 不甘心在牢里度过余生 于是劫持了黄火土的女儿 企图同归于尽 让黄火土一辈子活在悔恨当中 然而当小舅子扣动扳机时 子弹竟然来了个90度拐弯 将他自己打死 从此黄火土的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话 这根本无法用科学解释 然而 凯文依旧不相信神神鬼鬼 他要求重新勘察案发现场 果然在神父房间内的通风管道 发现了一颗空心的钢珠 在其他两个案发现场 也发现了同样的钢珠 里面还残留了相同的霉菌 警方推测 凶手用气枪将钢珠发射到通风管道 霉菌随着空气流通 布满整个房间 做到杀人于无形 了解到了作案手法 随后 黄火土和凯文找到一名专家 询问关于道家福禄的有关信息 专家看到福禄后 感到十分吃惊 几年前脚趾地区挖出一座道观 名叫真仙观 里面出土了一篇石刻文字 上面就有一道一目一样的福禄 福禄名叫勾点 通俗来讲就是因曹地府的传票 阎王的催命符 回到警局 黄火土看着桌上的石刻踏本 突然灵宫一现 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他将几张踏本重叠 发现了四个关键字 哄 孟 将 旺 前三个字正好与三起命案死者对应 公司老总廖振复 妙龄少妇邱妙方 基督教神父洛伦佐 基督教刚传入中国便被叫做警教 这说明凶手就是根据这个寻找作案目标 而下一个受害人肯定与旺字有关 还有两句话暂时无法理解 不信鬼神者和少阳太阴 很快 第四起命案发生 死者名叫陈两旺 他的后背被人用匕首割开 心脏直接被活生生驱走 可他的表情却是一脸享受 在他身上也发现了那道俘虏 还有那种神秘霉菌 另一边 霉菌的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这是一种重生真菌 会附着在满虫身上 然后进入人的大脑 随后产生大量多巴胺 是正常数值的5000倍 相当于一次性吸食了两吨可卡因 能让人持续高潮40年 所以 可以说这些死者都是脑内产生幻觉 兴奋而死 黄火土雀依旧很疑惑 为什么死者的幻觉不一样 而且他们尸体都有相关死亡特征 于是 他再一次找到专家 这个家伙想成仙呢 你为什么早不给我看这个 专家解释道 在道家友一派当中 主张地狱有五种 分别是寒冰狱 火坑狱 抽长狱 弯心狱 以及最后一种拔舌狱 经过这五狱试炼之后 就能第六道修炼成仙 此前的四名死者 就正好对应了前四狱 而他们正好都是得行有亏的人消 分别犯了贪欲 奸淫 背信和不肖之罪 最后一名受害者应该就是 不信鬼神者入拔舌狱 所以凶手想通过将这五种人消 送入地狱 助自己得到成仙 而只有天生双瞳 且患过大病大车大悟的人 才能发现人消 那少阳太阴又怎么解释 专家表示在天干地之土里 这分别代表了五月和七月 混合土 听到这 黄火土一愣 难道这还和自己有关 另一边 警方根据线索 在一栋现代化大厦内 发现了一座诡异的道观 名字就叫真仙观 一栋现代化的高档写字楼内 竟然隐藏着一座阴森诡异的道观 里面的信徒各个都想成仙 他们与最近的一起连环杀人案有关 根据线索 警察很快查到真仙观 并在现场发现了大量作案工具 然而正当警察准备将他们抓捕归案时 突然 信徒们掏出长剑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整座道观内充斥着枪声 劈砍声还有嚎叫声 等黄火土带着援兵赶到时 道观内施红遍演 惨不忍睹 经过现场勘察 凯文在道观内发现了 两块刻有符文的杯克 旁边的地板下藏有玄机 打开一看 里面竟躺了一个女孩 肚子被活活包开一层皮 被当成活体培养民 里面培养着特殊霉菌 但他还有一膝上层 警察赶紧将他送往医院 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 就是一群疯狂的信徒 被民信蛊惑 为了所谓的得到成仙 四处滥杀无辜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办案 黄火土和凯文成为密友 案子结束 凯文准备回国 黄火土为了给他践行 在家中盛情款待 二人久过三巡 竟然在客厅堂椅上睡着了 第二天 阳光已经洒进客厅 黄火土叫凯文起床赶飞机 没想到 凯文竟然离奇死在了躺椅上 手中攥着他自己的舌头 鼻腔内也发现了 那种让人置换的霉菌 黄火土瞬间想到 不信鬼神者入把蛇欲 凯文才是第五名受害者 那道罐内的女孩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女孩才是真正的凶手 黄火土赶紧来到医院 却发现女孩早已不见 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道罐 道罐内阴森恐怖 寒气逼人 突然 漫天的眉睛从天而降 黄火土赶紧捂住口臂 缓缓抬头 女孩正悬在半空中 她的眼睛里正好有两个瞳孔 原来她就是那个 想要得到成仙的人 她前世和姐姐一起修炼 这一世姐姐刚出生就得到飞升 而她因为道行不够 只能寻找德行有缺的人销 分别送去武裕 然后再由太阴少阳之人除掉肉身 即可得到成仙 如今前五步都已实现 最后一步就是让黄火土将自己送走 可黄火土作为警察 坚持要将她抓捕归案 只见黄火土扣动扳机 子弹从女孩头皮擦过 女孩直接晕死过去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当黄火土回到家时 眼前的妻子突然变成了那个女孩 正拿着刀挟持着自己的女儿 救女心窃的她 砰砰两枪 女孩中弹倒在地上 突然场景变幻 原来黄火土一直还在倒灌内 刚刚的一切都是她吸入大量霉菌 产生的幻觉 如今女孩入院被黄火土除去肉身 黄火土也随之倒在地上 这时警察感到可黄火土已经没了呼吸 妻子疯狂垂打着她的胸口 企图唤醒她 可她没有丝毫反应 正时两年没有说话的女儿走了过来 这一刻奇迹发生了 黄火土眼角流下一滴泪水 因为她选择留在妻子和女儿身边 正如电影最后的碑文 因爱生忧 因爱生剧 若离于爱者 无忧以无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